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大的抗击经济衰退的议案 星期三 国会两院继续就方案进行谈判和协商 终于在参议院通过的8380亿美元计划 和众议院早些时候通过的8190亿美元的计划之间 达成了最终的妥协方案 其规模为7890亿美元 不过美国的纳税人仍然担心 如此庞大的刺激方案真的能够像所希望的那样 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 最终振兴美国的经济吗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 张曼丽博士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 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播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好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张曼丽博士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刚才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新闻当中 还在节目一开始 我念了三个听起来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那么这一次国会两院经过协商达成的这个妥协的最终的刺激经济的方案 是7890亿美元 实际上在去年年底 也就是在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前 国会就一直在谈最后也是批准了70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救助方案 这7000多亿和现在这7890亿 是不是额外的 还是我想可能我们有很多观众和听众可能不一定很了解 这个具体的这些数字 是这两个加起来是这些呢 还是这两个不同的7000多亿 首先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 那个7000亿是那个在布什总统 那个为总统的时候 对不起 他这个在国会 那个时候的主要是当时这个信贷市场全部冻结 所以那个7000亿就是主要是这个救银行和自己这些金融企业 补充这个信贷解决不良资产 但当然后面这个不良资产解决好像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那么这个是7000亿是布什总统下面国会通过的 这个新的这个7890亿是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 另一个所谓的这个投资振兴经济的一个计划 跟这两个是不一样 或者是说简单一点就是第二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救世的一个计划 或者说是新政府的一个刺激经济 新政府的刺激经济 对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布什总统当时提出的 已经获得批准的7000多亿美元的这个救助银行的这个 这部分资金呢 好像是移交给现任政府有差不多3000多亿的样子 是 那么前面的一半呢实际上已经注入给了美国的这些金融机构 在您看来这3000多亿元注入金融机构以后起到作用了吗 目前来说就是有两种说法 那么大部分人就是所谓的在这个主流的这个街上呢 就是main street这些人 认为好像没有看见任何的比较明显的这种改进 比如说信贷市场是不是有所松动啊 是不是老百姓可以贷到钱啊 那么昨天这个八大这种金融公司银行的总裁都在国会 完了呢这个他们认为已经有很大的改观 有多少不良资产有得到有一定的解决有多少贷款 所以有一个国会议员当时说好像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看到的国会议员说我们看到的和您和你们跟我们讲的是两回事情 但是我目前为止我看就是说恐怕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但是效果不是那么显著 因为最开始解决是说是不良资产 那么现在不良资产的这个解决 好像没有提出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比较明显的这种 只是人为的给这些银行啊和这种金融公司注入资本 至于注入资本进去以后究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好像昨天问他们这些总裁八个总裁 好像也没问出什么结果 没有说清楚 透明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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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另外在奥巴马总统在各地演讲 来这个推销自己的这个刺激经济方案的同时呢 财政部长盖特纳也在国会作证 那么国会议员呢也在拷问他 就是说剩下的这一半 布什总统当时的七千亿美元 这三千多亿应该要怎么用 好像他在听证会以后呢 很多批评人士也在说 好像他也没有说清楚 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到底这三千多亿应该怎么样用 在您看来这三千亿应该怎么用 目前为止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 大家都想知道结果的一个问题 现在问题是就是 您的这个印象说的是非常对的 这是通过通过他的这个回答 国会议员的提问 整个感觉 国会议员有这种感觉 就是看的这个听证会 有个感觉就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用 那么恐怕就是这个不良资产这一块 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庞大 不知道从何下手 所以他前一次就是两天前 这个华尔街狂跌 因为他提出一个新的出来 他提出一个这种政府和私人企业 这种合伙的这种partnership private sector 那个public sector 这种private 就是就是政府和私人这种投资者 包括私人银行也好 这种合作这种伙伴 共同来解决这个不良资产 那么提出的数字非常大 是2.5个万亿 说高达2.5个万亿 具体这种怎么运作 是这部分钱是从这个3000多亿来出呢 他又说要从联邦储备拿出一部分钱 那么另外一部分钱又从私人这部分拿出去 具体怎么个运作 私人是不是投资者是不是愿意淌这个浑水 是不是愿意来投资 解决这种不良资产 现在问题是这种不良资产 现在英文有一个词叫是有毒的资产 这部分不知道究竟是有多大 究竟是怎么下手 现在我看了 好像大家因为不了解这个究竟招账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从哪下手 民间老百姓还有一个批评 就是对银行的 特别是这些几大私有银行的这些高级主管的薪金 奖金有很大的意见 那么就说你们这些人把银行一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都来借贷都来借钱 现在出现了问题了 又要拿让国家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助你们 那你们拿这么高的薪金 对于这我知道美国进出口银行 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银行 和私人银行不太一样 您对私营银行的高级主管的这样的薪金 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说他们不拿政府的钱 如果全是按私人这种私营企业运作 按照这种市场经济来运作 他拿多少钱 恐怕是他们公司内部的问题 跟他的这个盈利情况 还有这种董事会的一些考虑 那是他们来定 那么现在他们拿到政府的钱 而且拿都是十亿为单位的这么拿 那一定是 政府一定要有所干预 而且就是 据这种各种各种报道 那么他们还在发这种 这种年终奖 还有去 就是还有 最开始报道就是说的 有一家公司 就是投那个保险公司AIG 在拿到 首先拿到政府的这个 注的资金 或者是救济这个金以后 还到有个地方去 就是好像很奢侈的开这种 他们